有一個老婦人70幾歲 在前天的深夜11點多 被送醫宣告不治 全身有多處可疑的外傷 那警方懷疑是 林姓婦人的女兒殺她的 那一開始女兒聲稱呢 媽媽緩家途中被歹徒攻擊 那警察呢就去調閱了 這個監視器 才拆穿女兒的說法 檢察官立刻核發拘票 拘提他的女兒 可是他竟然說 我腦子裡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要我這麼做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 慧文 這個媽媽說你錢光市場在哪裡 這是不是人倫的 譬如說那個啃老族 因為他的爸爸已經不在了 目前那個兇手爸爸不在 早逝啊 早逝 十幾年前就過往去 他在這個天堡那邊有房地產 所以比較像是這個包租婆 這個現在這個兇手已經被收押 但是沒有禁見 就是說檢察官認為這個 法官那個案件相對是單純的 不怕他串證 就沒有禁見之後把他收押起來 那因為他有綠卡 這個女生在這個以前在美國念書 他有綠卡 那去年在美國住了五個月 所以這個法官說你這樣可能會逃亡啊 就把他收押起來 那一開始他跟這個報案的人是他 有黑衣人啊把媽媽送回來 然後全身是傷這樣 頭部跟身體都有外傷 他依舊是他打的 所以這個部分對他將來的 那個官司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他可能這個 惡性沒有這麼重大 一開始他就說 那真要殺他他就不需要報依舊 對 所以這個可能有高人指點 那第二部分一開始說是黑衣人 媽媽被黑衣人打 後來他說就這樣跟你講 有什麼神秘的力量告訴我 但是我不曉得做什麼 這個可能也是高人指點 這個將來可以去做精神鑑定 那也有減刑的這個可能 那第三就是說他那個 因為要解剖 因為排的解剖 就算他不是那種 譬如說拿槍啊 拿那個刀什麼的 這種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 所以這個也有可能會再減刑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看起來 對我們社會記者來講 看起來非常的奇怪 非常奇怪 因為在哪裡處理 因為我們尊親署 我們白衣長尊親署 是爸爸媽媽跟祖父祖母 這個叫做尊親署 他這個行動就是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現在判死刑的可能性不高 待會兒再補充別的案例 死刑的狀況不高 可能就是無期徒刑 然後再減刑 所以這個案子可能是判的 那你老家見什麼看 就是第一天武東路 那邊剩一般的公寓 但是那個地價 那個房價很高 還有一些包租的東西 因為這個晴光市場的服飾業 我的了解了 有不錯的客源 但是沒有說很好 所以我研判他的這個 因為他是肯老族嘛 因為美國特製 這個媒體報導說他念大眾傳播的 碩士喔 碩士 然後在學校有教過書 然後有人說他沒工作等等 所以他也要老給他啃 所以對媽媽這樣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案子還沒起訴 所以我的研判 這個可能收押過沒多久之後 也是會交保 因為其實是相當單純的一個 相對單純的一個人倫的這個悲劇 我看新聞是說早期他們是在開主堡 一開始媒體是這樣報導 然後又說是服飾業 對 然後再問問的管區 就說爸爸留下一些房地產這樣子 那天母房地傘 還有以前做主堡 我相信有一堆了 有一堆了 有一堆了 對啊 而且他還可以到美國去念書啊 對 去美國念書這件事情 因為有問鄰居嘛 就鄰居講說 鄰居都覺得怎麼可能 母女關係感情看起來還不錯啊 然後我們都以為他有在工作 之前他媽媽還送他去美國念書 就是說這些鄰居的七嘴八舌 女生好像差不多四十歲左右 四十三 四十三歲 就是鄰居的七嘴八舌去講出了說 他們家家境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他可以送女兒去念書嘛 對啊 那媽媽可能愛面子 所以都有告訴鄰居說 他有在教書啊 他有在上班啊 所以想都沒想到說 真的有在教書上班嗎 就是不知道 目前是沒有工作嘛 對啊 目前沒有工作嘛 面子問題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的爸媽 就是 我女兒栽培到博士 如果你聽人家講說 你們女兒帶到博士 我們都找不到工作 你也會覺得沒面子 尤其又是獨生女嘛 所以就不知道 因為當然你知道 現在就是很流行那種鍵盤辦案啊 網友就會七嘴八舌討論啊 那就有人講說 一定是媽媽說 你不能一直待在家裡 你要去工作 然後女兒被刺激到 因為長期失業的人 他其實會有一種 自尊受損的狀況 尤其是如果他在美國 念到這麼高的學歷 他又曾經教過書 那你要他如何去選擇一個 跟他原本工作差很多的呢 這個在 我甚至有些朋友也是這樣 我當腳踏時代是一個很愛的 我們看到很多清潔大隊在考試 好多博士來考 而且是要扛那個 扛那個沙包跑白米 你就發現說 這次來考試的 怎麼這麼多是博士學位的 那對一些爸媽來講 想說你打到柏子 你叫我柯清潔隊員 他會覺得很沒面子 這是爸媽也許給小孩的壓力 那如果是子女 他會覺得說 你叫我去找工作 隨便找個工作都好 我念到這個學歷了 我怎麼可能去隨便找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就是 因為剛剛輝文哥有講 他假如說 鄧大哥也講說 有個神秘的力量叫我這樣子做 可是其實也是會看 你有沒有就醫紀錄 他是沒有任何 過去沒有就醫紀錄 沒有任何精神就醫的紀錄 你看他有精神疾病嗎 講一定是這樣講的 律師是一定會這樣去辯護 但是法院看法院怎麼判 你這樣跟我們這個相對 判得都比較輕 判得比較輕